疯狂追星之罪 这个苏格兰女孩为了韩团BTS 一举首尔23岁的斯蒂芬妮 是韩国男团BTS粉丝军团的一员 为了BTS 斯蒂芬妮决定由苏格兰移民韩国 住在你偶像更近的地方 某天 我在YouTube闲逛 无意中看到BTS的歌 No more dream 我看过那段影片后就深深如迷 因为BTS 我现在才会在这里 斯蒂芬妮现在是韩国一间小学的英语教师 他同时也在学习韩语 我学了一点韩语 主要都是为了BTS 他解释 我想更加了解他们歌词 与他们在歌里传达的讯息 我已经能阅读韩语了 但要说还是有点难 加上我又还有苏格兰的口音 对我来说 韩语的读音是最难掌握的一环 BTS的成功 部分正是因为他们的歌词 韩国的流行音乐工业 以能量 节拍强劲的曲风文明 但BTS则倾向更深入的主题 如估计 不安与性别政治等 BTS的 该一世纪少女 被誉为寒流中 最具女性主义意识的作品 斯蒂芬妮说 一句韩国也不是没有坏处 她很想念自己的家人 朋友与男朋友 而且韩国首尔的冬天也十分难熬 一月份气温平均 只有-9摄氏度 但为了更接近她的偶像 斯蒂芬妮说 一切都值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